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技术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Discord专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分享代码吧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够语言中的包管理工具 或说项目管理工具 是这样 以前我曾经给您分享过 Luby该怎么管理项目管理包 Python该怎么管理 对吧 那么够语言中有没有类似的工具呢 有没有类似于Luby的bundle 有没有类似于Python中的peep 空打的工具呢 当然是有 今天我就给您分享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够语言中项目开发管理的方法 GoMode 这个呢 其实是够语言中 它是从1.11版本之后 才开始支持了模块管理的方法 下面呢 是它的官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我今天呢 把大体上如何管理模块的方法呢 给您做了一个列表 今天呢 我就一一的给您讲解 分享一下 您呢 通过我这个视频 就应该可以了解 咱们如何使用够语言呢 管理项目所依赖的库和包 好不好 OK 那咱们马上开始 今天呢 给您采用演示的工具呢 还是Google的collab 非常好的一个免费的云计算平台 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 我呢 现在我的这个collab里面 咱们安装一个构语言的包 当前最新的版本呢 是1.15.1 咱们就开始安装 好不好 通过这个命令呢 下载link 因为是这个Google的服务器 所以说应该是 这个下载比较快啊 对吧 已经完成 然后安装成功之后 把够语言中添加到 咱们Google的这个collab里面的路径 然后呢 咱们确认一下安装的版本 大家请看 我用的是1.15.1 这应该是当前的最新版本啊 OK 那么咱们已经安装完了 够语言的解释器编译工具 那么接下来 咱们该如何管理项目呢 大家往下看 这个地方呢 大家请看 我给您总结出来 够语言依赖模块的管理步骤 今天呢 我给您介绍五个简单的小方法 咱们看一下啊 首先使用GoModeINIT 咱们初始化一个项目目录 好不好 然后呢 使用GoBuild进行项目的编译 同时呢 安装咱们所需要的依赖库 因为这依赖库呢 只是第一次执行师才安装 所以说呢 第一次执行 它才会下载安装 今后呢 你如果您安装了 它就不再下载了 对不对 当然了 咱们可以通过更新方法 更新咱们所依赖的包 好不好 OK 咱们安装完这个依赖库之后 咱们通过GoList 然后是Mlist 来看一下 咱们当前这个Go的项目 都依赖了哪些个包 一会儿呢 都可以看到 同时咱们可能想往这个Go里面 往下这个项目里面 咱们再加一些新的第三方的库 对吧 比如说写日志 比如说连接数据库 等等 那么咱们通过GoGet这个命令 可以安装 同时通过GoGet这个命令 还可以更新咱们已经使用的库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咱们比如说呢 随着这个项目的这个人员的增加 咱们越干越大 对吧 有好多的库啊 以前可能用 但是现在呢 可能就不用了 对吧 可能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那么呢 咱们需要做一个这个依赖库的扫除 对吧 Go语言 给咱们提供这么一个小功能 叫做GoModeTini 这个地方呢 稍等 这个地方不应该叫Tini 应该叫Tidi 这就写错了 不好意思 咱们改一下 我当时看这地方就要不太对 这个叫做GoTidi 好不好 通过这个命令呢 咱们可以删除一下 咱们当前项目里面 不再使用的那些第三方的依赖库 好不好 都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咱们大家看 我要初始化一个项目目录 怎么初始化 大家请看 咱们建一个MyGo 建这么一个咱们的项目的文件夹 对吧 然后咱们进入文件夹 然后执行 刚才跟您说的 GoModeTini 进行初始化 后面呢 跟上一个您酷 或说项目的唯一的ID 像我就叫 com.video.com下面的MyGo 这么一个project 没问题吧 咱们通过这个命令呢 就能够初始化一个项目目录 就相当于您在这个bundle里面建了个bundle 相当于您在这个pip里面建了一个自己的虚拟环境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啊 Go 好 创建完成 咱们刷新一下 大家请看 出来这么一个目录 这就是咱们的项目文件夹 里面给他们生成了一个叫做Go.mod 对吧 它呢 其实是一个文本文件 咱们呢 可以打开 我马上给您打开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是咱们的项目的模块 然后咱们依赖的购义员呢 是1.15 其实是1.15.1啊 但无所谓 它叫1.15 也可以 那么因为咱们是新建的项目 所以说还没有依赖第三方的库 那么怎么办 咱们呢 马上写一个文件 咱们依赖一个第三方的库 咱们看看该怎么的安装啊 试试啊 我把它先关掉 好 大家请看 在下面 我呢 这边写了一个go文件 叫做man.go 对吧 这里面是一些简单的描述 没有问题吧 大家看这个地方 我呢 引用了一个第三方的包 对吧 input 因为这个m 这个 这个fmt 这是购源内置的包 所以说呢 它不需要再次安装 但是我又引用了一个第三方的包 它呢 需要再次安装 那么咱们就试一试 该怎么安装 大家请看哦 我先执行一下 把我这段文本呢 写成一个go文件 我刷新一下啊 大家请看 这地方我写出了咱们一个go的原代码文件 因为这个地方引用了一个第三方的库 所以怎么办 大家请看 往下走啊 我呢 进入我的这个项目 目录 然后呢 使用go build 咱们进行一个编译 这个时候呢 会安装依赖第三方的库 咱们马上开始啊 执行 go 大家请看 它正在下载安装 因为是第一次嘛 所以说会下载安装 第二次它就不会了嘛 对不对 OK 咱们安装成功之后 咱们再回到这个go.mod 咱们再点击 咱们再点击看一下 大家请看 它会多了一行依赖 对吧 也就是说 刚才出示话的时候 是没有这个依赖包的 那么咱们通过咱们编写一些文件 通过咱们编译打包 这时候呢 会把咱们这个项目中所遇到的 或者说所用到的第三方的依赖库 都会在这个地方罗列出来 同时有版本号 和peep很像 对吧 和这个卢比的bondo也很像 对不对 OK 这是非常好的管理工具 您一定要使用 好 咱们安装完之后 咱们就可以去运行咱们的程序 咱们运行程序有两个方式 第一 go run 运行 对吧 但是因为我这个地方 已经把我这个项目进行了打包 它已经生成了一个可执行的程序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mygo 对吧 所以说这地方我点mygo 也可以运行 我在这行呢 咱们同时运行这两个 都是可以出相同的结果 咱们马上开始 go 大家请看 我不管运行上面 还是下面这条代码 都会给我输出一个 hello world 没有任何问题吧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第三方的依赖库 成功的下载 成功的编译 而且呢 成功的执行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这样 大家请看 我现在随着项目的越干越大 对吧 那么我当前这个项目 都依赖哪些个第三方的库呢 通过这个go list 杠 MO 就能够看到 咱们试一试啊 go 大家请看 我现在这个工程 依赖这些个包 这些个库 是没有问题的 通过这个命令呢 一目了然 都能够看到 好不好 OK 接下来 比如说咱们随着项目干大 干的越来越大 对吧 咱们可能要添加一个 对于这个数据库的支持 添加一个这个ORM 对吧 然后添加一个这个 对Ladies的 这些个缓存服务器的支持 咱们要添加更多的新包 怎么添加 大家请看 通过这个地方 go go get 然后指定 您要添加的那个包的唯一的ID 就能够添加 咱们添加一个试试啊 我添加什么 我添加一个go log的功能 好不好 咱们试试 执行下 它会去下载 然后呢 成功的更新 更新完之后 咱们再看一下 咱们go mode 这个项目管理文件 或者说叫做模块管理文件 好不好 打开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刚才是一行 现在呢 又多了一行 对吧 这个呢 就是我刚刚安装的第三方新的依赖库 但是大家注意 我仅仅是安装 我并没有在任何的原代码中去import它 对吧 所以说这个包呢 我现在并没有使用 对吧 仅仅是安装了一下 OK 咱们把它关掉 OK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有问题了 随着咱们项目越干越大 有很多的包都加进去了 然后呢 有很多的包 就在优化组合 可能就不再要它了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需要给咱们项目的依赖包 做一个扫除 怎么做 大家往下看 通过go mode td 这行命令呢 把咱们项目中所不需要 或者说已经不使用的大气格包呢 把它删除掉 清理掉 做一个扫除 怎么做 咱们试试啊 执行一下 OK 扫除完毕 大家请看非常快啊 因为咱们刚刚在这地方 引用了一个第三方的包 输出log 但是却没有使用 对不对 那么咱们如果没使用的话 咱们通过这个命令呢 就能够把它扫除掉 那么扫除完之后 咱们再回到这个go mode看一下 还有没有那个go log的那一行依赖啊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是不是已经消失 OK 那么通过这行命令呢 就能够清理一下咱们项目中的依赖包 是吧 自我一个扫除 我认为呢 这都是非常常用的方法 今天就做个视频 分享给大家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我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今后呢 既然要好好的学习购源 那么咱们就应该先学习最基础的包管里的工具 好不好 今天的做个视频 分享给大家 我今天这个代码呢 都会放到 分享到我的disco的专区 有兴趣朋友呢 您进入我的disco专区 然后呢 下载分享吧 同时呢 咱们可以一起讨论技术 好不好 OK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